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长生之剑 百丈风 松如浪 地势坤 厚德在墓之下 故君子不争炎凉 师父师父 方才徒儿时的剑法 好事不好 聪灵有余 而稳健不足 至情至性是你的优点 然飘忽不静 依如迷惘之剑 还需多加修炼 炼剑者 实为炼心 师父教导的是 剑之所指 心之所向 突然记住了 烘 杜 李宗盛 师弟 你又输了 师兄剑法浊然 若非多有千让 我还不止输一招呢 哎呀 别这么严肃嘛 来日方长 今日就到这里吧 师兄带你下山去玩 嗯 师兄去吧 我还需把刚才的剑法 再练习一遍 真不去啊 那我可就走了 月流 母 母后讲 我马上就要坐上那个位置了 你说我能治理好天下吗 普遍思虑过多 须对自己有信心 师父常教导我 世上没有办法成之事 只要有恒心和毅力 总归能得尝所愿 若是将来 我有许多事处理不来 你会帮我的吧 那是自然 重茂之事 便是云流之事 有我在 放心便是 还是你对我最好 世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人 再如此待我了 对了 我好不容易才出宫一趟 不如就自助走走 以后可就没这么自由了 好 想去哪儿 尽管说 独半身 轻风连连 追半条斗线 牡童长 笑调漫漫 望铁马冰春 若山鱼 飞我鼓掌 偏快一笑人 惟雨 周末风雨 悠悠 忍于世之身 在世为孤寂熄年 我等云端已散线 设计中 风将再寒 与我指斑前 岂不如这花如酒 平静俗世可冷暖 做成娘 要收小道皆非见 你放心 我这就去平民事物 然后护你离开 月柳 追兵随时可能出现 如此紧要关头 你带我上华山 就不怕牵连纯阳吗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真是丑上门了 我断不会连累同门 你且在此稍作休息 我去去就来 事已至此 总要有人称的 可不能为了一个人 让纯阳众弟子受苦 师父说的是 为今之计也只有如此 弟子这就去找师兄 我去找师兄 你 呀 啊 啊 师父 师父 方在徒儿时的剑法好是不好 聪灵有余而稳健不足 至情至性是你的幽影 然飘忽不尽 一如迷惘之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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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与辽济江海数载 终究还是辜负了七只妾妾期望 阳寿秦也 累计静虚子弟 佩服了骂名哪 中文字幕志愿者